大家好啊 本期视频是介绍一下我自用的M4Mac mini配件 比如做上这些阿卡西斯雷电硬盘盒 阿卡西斯雷电二合一硬盘盒拓展屋 阿卡西斯二十一合一雷电拓展屋 它们真的是既精致漂亮又实用 是目前我看到的最强Mac mini配件 M4Mac mini的外形是如此好看 我倾向于完整保留它的外观形状 不接受直接上盖下底或者包裹其他材料 来给它增添配件 因为我们喜欢的其实就是苹果产品本身啊 我个人是愿意开场式使用电子产品的 如果M4Mac mini的配件不难看 一起放在桌面上 看着不违和也不错啊 不过确实也有部分朋友 不接受这样外挂个移动硬盘 说像什么什么的 我刚好看到了我的咖啡壶底座 冒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于是在它上面放置了M4Mac mini 主打一个配件隐身的功能 那么大家觉得 在保证完整的Mac mini形态的基础上 开场式放置配件 和使用类似的镂空实木底座 把外设配件隐身放置 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产品 它们绝对是当前超强的Mac mini配件 我目前使用的M4Mac mini配件 就是这三个雷电式硬盘盒 TPU405 雷电式硬盘盒扩展屋 二合一 TPU405 Pro Max 还有这个大个头的 21合一的雷电式拓展屋 DS9007 首先我们介绍这台 21合一的雷电式拓展屋 它适合需要给Mac mini M4 外挂很多设备的朋友 它本身有240W的供电输入 所以它能输出90W和30W的PD供电能力 通过连接M4Mac mini的一组雷电式接口 能给Mac mini多扩充出两个雷电式接口 和一个满血的HDMI 2.1接口 再加上2.5G网口连接网络 模拟输入和输出音频接口 可以接模拟麦克风和音箱耳机 然后是四组USB 3.2A口 和四组USB 3.2C口 和两组USB 2.0接口 这简直就是一个军火库啊 看看我的实际连接情况 通过与M4的一个雷电式连接 扩展出两个雷电式 我都用来接4K显示器了 后置音频输出 连接下面的音箱 需要录音的时候 我就把麦克风插到了后置的音频输入口 如果你买的不是万兆版的Mac mini 这里就有一个2.5G网络接口 把千兆网络提升到2.5G 如果使用HDMI连接显示器 还可以空一组雷电式接口 去接雷电转万兆网卡 玩法真的很多 前置这么多A口 直接就补足了M4 Mac mini 没有A口的这个大软肋 阿卡西斯 这台21合一的DS9007雷电式拓展坞 几乎可以把M4 Mac mini的接口 拓展到最顶级 这也是我最推荐的M4 Mac mini配件 当然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贵了点 价格1600元 1700元左右 虽然比加州数位同等雷电式拓展坞便宜了1000元 但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毕竟1600元都可以买一台LG27寸的4K显示器了 大家也可以观看我们对DS9007的详细测试视频 阿卡西斯TBU40 Pro Max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融合产品 首先它是一个带风扇的双盘位硬盘盒 又是一个带双显示输出的扩展坞 当然它还有我们M4 Mac mini最需要的A口扩展 它有100瓦的电源输入 60瓦和15瓦的电源输出 打开来看一下 硬盘盒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双C口的PD充电线 雷电式线缆 不同长度的NVME SSD安装配件 散热胶垫和免安装螺丝 说明书 这PD电源最大输出255A 100瓦 全铝合金的阿卡西斯硬盘盒 顶部是一个小风扇和阿卡西斯英文logo 左侧面是HDMI2.0接口 4K60Hz输出 正面是USB3.2A口 10Gbps的速度 右侧面一个输出雷电式接口 一个输入雷电式接口 可以接电脑 后面是风扇开关 100瓦电源输入 这个小设备是免工具拆装的 我们稍用点劲 就可以打开磁吸扇盖 带风扇的扇盖顶部有两个触点 应该是通过它们给风扇供电 双PCIe 3.0X2的接口 可以接入两块SSD 我们给它装上两块NVMe SSD 我们用一台Mac来测试一下 HDMI接口接上一台4K60Hz的显示器 雷电式接口接入Mac Mac的桌面上有了两块SSD 外接显示器也出来了信号 拖一个APP过去 没问题 给拓展物的A口接上一个鼠标 识别到了 我再给这个拓展物的另一个雷电式接口 接上了我们的Viro雷电玩照网卡 已经识别到了 连接万兆NAS 跑出了最高1000兆币的读写速度 只用拓展物硬盘盒的供电 带动我们的MacBook Air 播放NAS的视频 功耗21W左右 我们把它和M4Mac mini连上 通过拓展物连接显示器 可惜M4Mac mini 不能单独有拓展物的雷电接口供电 否则我们就可以不用电源线了 它可以作为一个硬盘盒 和我们的拓展物一起为M4Mac mini服务 我们给硬盘盒里的SSD测试了一下 单盘速度最高1600兆币每秒 双盘通过主锐的零 可以跑到3100兆币每秒 HDMI接口输出4K60Hz显示信号 时温22度的情况下 硬盘盒不开风扇 待机温度40度 打开风扇只有33度 降低了7度 风扇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款带风扇的硬盘和扩展物融合产品 算是基本解决了M4Mac mini硬盘扩展 与Echo缺失的痛点 目前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当然它除了双显示功能 只有一个Echo一个C口 那么拓展接口方面还是受限的 还有就是单盘速度 不能达到雷电3的满速 也是一个遗憾 阿卡西斯雷电4硬盘盒TBU405 这是一个单盘的雷电硬盘盒 没有扩展接口的功能 我买到它是两年前了 当时也拍了开箱视频 打开包装盒 小小的硬盘盒本体 一根雷电4线呢 几颗螺丝和散热胶电 说明书 必须用螺丝刀才能打开 卸下4颗螺丝 单盘外接口 也得用螺丝固定 再贴上散热胶电 和我们带丰盘的双盘外硬盘盒 拓展坞比较一下大小 确实要修正很多啊 这块单独的雷电式硬盘盒 两年来一直用于测试 我们各类小主机的雷电和USB4接口 也用于测试某些Type-C接口 在M4 MacMidi上 我们用它跑出了最高 3100兆兵每秒的读写速度 它连接在M4 MacMidi上 带具温度是47到48度左右 因为它没有风扇 是被动散热 温度比带风扇的Pro Max版本 要高不少 这可能是它唯一的缺点 这就是我给M4 MacMidi 使用的三款拓展配件 既有单独的拓展坞 也有单独的硬盘盒 还有两者融合的产品 当他们都一起接入 我这台万兆版M4 MacMidi时 M4的待机功耗是11瓦 当M4睡眠时 功耗是2.6瓦左右 几年来 我制购和使用的 阿卡西式的不少产品 这些产品 在我测试的各类小主机时 从来没有掉过任何链子 所以我是相当信任 这个品牌的产品的 才会向各位朋友 推荐来给M4 MacMidi 作为配件使用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